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亚马逊抢人最高基本年薪调涨超过一倍 达35万美元 最新财报优于预期 云端服务营收年增40% 整体获利倍增 股价大涨超过13% 日本幼儿感染大爆发 超过七排所托儿所停课 连续三周创新高 十三都线重点措施 预计周日解除 可能要再延长三周 科学家在下肢瘫痪患者 装入刺激神经晶片 通过AI远端操控 就能跨出第一步 六个月后不仅能走路 还能骑车游泳 北京冬奥吉祥物 冰敦敦先热潮 周边商品在旗舰店 单日销售突破百万人民币 从小在美长大的谷爱玲 代表中国出战逆转夺金 而美国转入籍中国的注意 因表现不佳 遭中国网友言语霸凌 欢迎起来Focus全球新闻 今天我们头条看的是 欧战危机一天比一天升高 那么值得关注的 今天最新的情势 那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危机 那么首先来看的是 法国总统马克宏 他以欧洲领导角色的身份 穿梭在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 他先到俄罗斯 跟普京进行了长达 五个多小时的晚餐会谈 会后的记者会 普京给了马克宏一个面子 他口头说 愿意跟马克宏再进一步协商 协商重点将会是 在乌克兰的问题上 寻求一个妥协方案 但这毕竟只是嘴巴说说 同时间分进合集的是 美国总统拜登 他在白宫 见了真正欧洲领导大国 德国的总理萧茲 美德双方的元首 重申共同抗恶的立场 但是拜登手上握了一个筹码 是说如果一旦开战 德俄至今的天然气管线 会立刻切断 德国总理当时没有正面回应 可以看得出来 不管是普京的回答 或者是拜登手上的筹码 到目前为止 似乎都比较有烟雾淡的味道 实际上欧战的危机是 乌克兰已经面对 十万俄军越来越接近 使得乌克兰很多老百姓 拿起了武器 组织了许多自卫队 加入保家卫国的行列 希腊和美国的战机升空 在临近地中海的伊奥尼亚海上 执行北约军演任务 为乌克兰和俄罗斯 一触即发的冲突 做好准备 面对十多万俄军压境 乌克兰各地的老百姓 也拿起武器 组成民间自卫队 在退役军人的指导下 进行演练 这些资源兵当中 很多都是女性 乌克兰北部城市 车诺比 36年前经历了电厂 核外泄灾难 如今灾区依旧是个鬼城 死急的城镇 近日响起了炮弹声 乌克兰军队在这里 模拟城市战斗 车诺比距离白俄罗斯边境 只有16公里 俄国三万战斗部队 已经进驻白俄罗斯边境 乌克兰因此调兵 严防突袭 不过车诺比的居民 对现况倒是老神在在 他们曾经经历过苏联时期 感受过当时的团结氛围 因此不相信俄国会真的入侵 而且现在的生活大不如前 乌克兰当局的腐败 更让他们不满 西方人努力尝试以外交 取散烟消 法国总统马克宏 到访莫斯科 与俄国总统普京 进行五个多小时的晚餐会谈 会后普京在记者会上表示 马克宏的一些提议 可以继续谈 他也愿意就乌克兰问题 寻求妥协方案 马克宏则强调北约门户 对所有国家开放的立场 不会变 但愿意就俄罗斯的安全疑虑 紧紧讨论 双方约定再进行会谈 马克宏在与普京协商的同时 美国总统拜登 则是在白宫会见德国总理肖茲 确认两国的抗俄立场 拜登重申 如果俄罗斯进犯乌克兰 就会切断德俄间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线 如果俄罗斯进犯 那就是乌克兰或兵 会再次跨越南部的领域 那会再次跨越南部的领域 我们会再次跨越南部的领域 我们会再次跨越南部的领域 不过这很可能只是拜登 一厢情愿的想法 因为肖茲并没有正面回应 西方与俄罗斯一来一往的冗长末旋 最受煎熬的莫过于乌克兰 拜登不断警告战事极有可能发生 也严重冲击当地的经济 近日乌克兰的央行就紧急注资三家私人银行 并调高利率到10% 以抑制不断狂飙的通货膨胀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农历年过了冬去春来 不过这又是一个台湾朋友 无缘去日本赏阴的樱花季 日本的春天马上就要到了 樱花季对日本人来说也是花粉季的降临 花粉过敏的症状目前和Omicron 几乎是一模模一样样 让日本第六波疫情在分辨的时候 增加了看诊的难度 日本13个行政区原定在13号 要解除准备紧急状态 但是会再延长个三周 因为日本的现况是感染年龄层 从20 30岁开始往 甚至是不能够注射的因幼儿移动 还有的就是另外一个极端 高龄者这边确诊也越来越多 那么幼儿状况感染大爆发 全日本超过700间托儿育幼设施 全面修缘 让家长焦虑不已 那么连续三周都创新高 追加剂的进度并不理想 一天最多施打大概40万剂 日本政府下令的每一天 要打100万追加剂 相差很多 全日本47个都道府县 目前至少35行政区 发布蔓延防止重点措施 其中13个都县将在13号到期解除 而这相当于准紧急状态的命令 极可能被宣布延长 公卫专家点出问题关键 追加剂进度实在不理想 第三季接种率仅完成 全人口的5.9% 一日最高施打量不超过47万剂 政府的每日百万目标连一半都不到 原因在于民众挑品牌 不愿混打莫德纳 而随着抗体逐渐下滑 起初最先接种的高龄者 与无法施打的婴幼儿 成了病毒的新目标 在第六波疫情中 感染族群从青壮年开始往婴幼儿移动 从官方的每周统计可发现 20多岁确诊人口仅渐缩小 而不满10岁与60岁以上感染数则在上升 小朋友间的感染大爆发 托儿所幼稚园群染案例不断 许多园方遭勒令或自主修员 全日本现阶段全面关闭的育幼设施 直线飙升至少700多家修员 连续三周破纪录 日本第六波疫情可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医院开始拒收患者 原因就出在隐性Omicron Omicron的轻症无症者人为多数 感染后难以发觉 以东京之间院所为例 医院收治了900多名非疑似确诊送医者 其中58人却被意外确诊 而东京都一周就有高达8000多名 无症状患者 让医疗前线被感压力 另外让医护感到头疼的 则是即将来临的花粉剂 寒冬远离感冒人口下降 但春季的花粉过敏症状也与Omicron相当类似 日本耳鼻后科学会表示 Omicron症状大部分有流鼻水 打喷嚏疲倦 这些与花粉症症状都相同 民间药局也早早做好准备 一边卖着新冠快筛试剂 另一边腾出了花粉对策专区 尔比尤科医师表示 就是因为花粉与病毒症状难分 如果真的不幸确诊 又受花粉过敏所苦 打喷嚏的飞沫 恐怕扩散到周围感染 因此提醒 花粉症过敏者 只要及早求助专科医师 对诊下药就能有效抑制症状 让自己在春暖花开的美好季节 不用提心吊胆 TV新闻正报道 好我们先关注其他重要的国际议题 待会还会再回到全球疫情 要看的是在一个社会里面 性别平权 其实最坚实的支撑 应该是国家立法 但偏偏就在国会里面 性骚不断 这是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 必须大动作道歉的原因 已经足足延烧一年 在澳洲国会性侵女性的世界 快变成压垮大选的最后根稻草 从2021年 一直有女性受害者跳出来说 她们在国会里面 被男同事性侵 国会里面又有一群男性职员 把工作的地方当成性爱天堂 会在办公室有性交易 会对着女议员的办公室 对准办公桌 设法拍摄裸露的不雅照片 时间长达两年 夸张行进曝光之后 重创总理的形象 整个政府的支持率衰落 跌到39% 这是20203月以来最低的支持度 面对镜头和国会议员 澳洲总理莫里森脸色凝重 不断道歉 坐在远处聆听的六位女性 其中一人特别受到瞩目 他曾是澳洲执政自由党的幕僚 习近斯 去年初揭露自己在国会大楼内 遭党内同事性侵 让许多受害女性站出来 曝光澳洲国会内部 歧视残害女性的种种行径 在习近斯之后 至少四名女性出面指控 遭到同一名男同事性侵 而他们大多数都是自由党的员工 堂堂执政党竟然爆出天大丑闻 引来社会舆论踏乏 民间发起街头抗争 要莫里森政府负起责任 我们仍然在抗议 为我们的孩子 为我们的父亲 时间已经过了 时间已经过了 必须有改变 我们正在这里 因为足够是足够 女性都被虐待 你必须要说什么 让整起风暴烧更大的 是去年三月又产出一名女子 曾指控在一九八八年才十六岁时 遭到澳洲检察总长波特性侵 她试图报案 却换来关关相互求助无门 在二零二零年六月亲身 紧接着澳洲媒体 接获国会职员爆料 揭露一群男性国会职员 两年多来在大楼内的荒唐事迹 包括在办公室祈祷室进行性交易 有些甚至在女性议员的办公桌前 拍下裸露的不雅照片 透过群组分享 澳洲总理莫里森一开始的处理方式 被批评不够积极 他虽然出面道歉 但却拒绝为检察总长性侵案 成立独立调查小组 去年底针对澳洲国会 性别歧视文化的调查发现 至少三分之一的职员 曾经受害 遭到言语 肢体性骚扰或霸凌 甚至包括63%的女性议员 这无非让莫里森政府遭受重击 下个月就要开跑的国会大选 估计已经有至少13名女性 独立候选人投入 上周才公布的民调显示 澳洲总理莫里森的支持度 降到39% 创2020年3月澳洲野火处理不当以来最低 受到疫情冲击 国会性侵丑闻压力 莫里森这回出面道歉 外界认为是想为国会大选力挽狂澜 选钱平民砸钱就经济 缓解民间的不满情绪 澳洲莫里森政府期盼王阳补牢 通过即将登场的大选考验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是南韩要选总统了 在春节期间 他们举办了一场电视辩论会 把南韩大选立刻推入白日化阶段 过完年 民调出炉 最大在野势力 国民力量候选人 尹习岳是持续领先 他的头号对手 也就是执政的共同民主党候选人 李在明 他们的超距在10个百分点之内 南韩半数人口集中的首尔跟经济道 明星所向是大选的风向球 大多数圈选民却始终拿不定主意 这是南韩过去几次大选 都没有出现的状况 距离南韩总统大选投票日 剩下一个月 选情非常扑朔迷离 在这个星期五 有第二场电视辩论会 渴望成为各阵营选情的突破口 候选人的表现会受到高度关注 南韩2022年总统大选 3月9号即将登场 大年初三首场电视辩论 让选战正式进入白日化阶段 四大阵营候选人面对面 在120分钟之内激烈交锋 辩论之后民调发生变化 最大在野势力 国民力量党应熙悦神时看涨 在各大主流民调当中取得领先 不过与共同民主党李在明的差距 始终不超过十个百分点 李在明阵营积极挽回颓势 有意无意与文在寅政府切割 抢攻期待政权交替的选票 不过文在寅在现任前夕支持杜回声 现在李在明也得想办法 收服文派拥护者的心 为此李在明特别下乡 来到文在寅的治交前总统卢武炫的目前悼念 而对手尹熙悦 竟也不约而同 打起卢武炫牌 尹熙悦阵营 周末 踏上民主圣地光州 虽然因为失言争议 依旧不受到牺牲者家属的待见 但尹熙悦依旧把转型正义 视为重要政见 带着善意拉拢中间选民 金耀文在寅政府施政弊端 并提出解套方案 尹熙悦强调施政能力 企图撕掉政治素人的标签 不过企保效应浮上台面 也让在野阵营 不得不重新考虑整合 一个月之前才说不符合政治道义 尹熙悦如今谈及整合 小心翼翼与待保留 第三势力 国民治党候选人安折秀 态度也发生转变 民调始终没起色 原先坚持孤军奋战的安折秀 耐人寻味的回应 被解读是接受势力整合的信号 只是大选倒数一个月 对在野阵营而言 时间所剩不多 拥有南韩国版人口 首尔汗经济道首都圈 民心所向 被视为三月大选风向球 但首场电视辩论之后 大多数民众还是拿不定主意 不看党派颜色 能提出改革新政者 对选民来说更有吸引力 南韩2022年总统大选 第二场电视辩论 将在本周五登场 四位候选人表现 成为影响选情的关键 TV别时新闻综合报道 欢迎回来继续 Focus来看中国现在的疫情 那么特别是香港已经冲破 单日新增确诊600人的严峻疫情 春节假期过完之后 中国大陆跟香港疫情全面升温 中国大陆我们昨天Focus的 广西摆设市 在5号到7号 短短不到三天之内 累计了确诊99例 因此立刻封控 开市就关起来了 那么香港单日新增 在破记录 昨天礼拜一播报的时候 是破600例 8号暴增625例 中国是坚持动态清零 要求香港不要谈什么与病毒共存 香港的七成确诊者都找不到感染源 但检测能量又非常的有限 所以香港政府呢 现在先用全民自我检测 挡一下 大量采购快筛试剂 发给700多万港人 赶快自己 先快筛再说 除了检测站 有民众排队做筛检外 街上几乎没有人 店家也都关门 不做生意 广西摆设市 虎年开工 就全市进入 风控管理 从5号发现本土确诊 到7号中午 广西累积病例数已达99例 目前掌握首例病例 应该是从省外感染 再返回摆设市后 透过年节频繁聚餐 扩散开来 大陆广西疫情正在升温 而香港疫情则在春节过后 更加失控 7号香港单日暴增 614例确诊 冲两年来新高 其中超7成确诊 感染源不明 8号最新单日确诊 竟在破纪录达到625例 香港就破疫情 多数感染的是Omicron病毒株 但也有Delta传播链 在难以找出源头下 只能扩大筛检 香港的核酸检测量呢 十分紧绷 受限每天的检测量 最多在10万次左右 香港光市采取市民 愿检浸检 和部分疫区强制 微风检测 就已经应付不来 甚至有议员提议 状况危急 有必要全民筛检 刚复直接表示 能力有些 因为香港的能力是有限 能力有限不是纯粹 只是实验室 你都要采量 市民也都要有一定的接受程度 才可以做到这么大规模 正如当年都是做到178万 港府在折衷之下 改推全民自我检测 决定大量采购快筛剂 免费发放给700多万香港市民 并且考虑下场检令 规定大家在一定时间内 完成快筛 有一个增活 是另一个放了三至四日的假 然后跟着 就叫他们连续假日 这样做 就是说是做两次 在派这些快速的 抗原测试的套装的时候 顺便放在深喉台上进去 给那些阳性的人 迅速地留一个深喉台的样本 然后那个样本 就是说在网上也好 或者是电话也好 就能够找到一个触避公司 拿一张送去实验室 日日便有结果 除了推全民自我检测 也重启在马鞍山体育馆的 火焰实验室 预计搭线16个重启实验室 还将从大陆吊牌100到200人 到港支援检测 火焰实验室投入后 香港每天检测量有望提升到30万次 而比较大陆对疫情动态清零要求 到官媒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则先后发文下指导期 提到香港如果选择与病毒共存 就别提与大陆恢复免格力通关 港部最新宣布将限聚令从四人紧缩成两人 另外关闭宗教场所和理法店直到24号 升级防疫 不打清零 不罢休 TPBS新闻综合报道 好我们接下来看的是医学缔造的奇迹 下肢瘫痪的病患 能够再次行走的技术有最新突破 这几年我们常常在focus 而这一次是瑞士洛桑大学医院跟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合作 他们能够用电流首度比较准确的定位 就是准确的刺激脊椎上特定的位置 而且在手术完成的当天 病患就立刻见效 能够成功的让三个下肢瘫痪了很久的患者 再次站起来还能行走 有三个受试者经过几个月的复健之后 能够做出更复杂的动作 他们可以打拳击或者是骑单车 这让很多因为人生意外 失去行走能力的病患 燃起一线希望 迈克·罗卡蒂在五年前 因车祸导致下肢瘫痪后 就失去行走能力 但如今不但能自行在城市漫步 还能上酒吧与朋友喝上一杯 现在罗卡蒂能够重新站起来 除了靠自身的努力外 还归功于瑞士洛桑大学医院 和苏黎市联邦理工学院 合作研发的电脉冲装置 在患者脊椎植入后 能够透过平板电脑操控 发送电流刺激受损神经 让肌肉再次动起来 藉由人工电流打通受阻的神经传导 类似的研究早在三十年前 就不断地在着手进行 不过这却是第一个 能够准确刺激特定脊椎位置的技术 此外也是第一个 在手术完成的当天 就能立即见效 帮助患者再次跨出步伐 除了一般的行走外 三名二十九到四十一岁的受试者 在经过数个月的复健后 还能够骑脚踏车 甚至是打拳击 不过目前这项技术还在实验出街 未来还有很大的突破空间 研究员打算在近期扩大试验规模 确保安全无余外 也预计能让患者 在未来的有朝一日 只需透过手机就能简单操控 站在一夫夫全向投影面前 研究员们仔细地端详 讨论 早在四十年代就被开发出来的技术 如今这群人打算让它 更全面的被运用在生活上 譬如说只要在专业的掌握 就能更容易解释 在专业的领域 这间位于匈牙利的技术工师 将器官的扫描影像 结合三丁全向投影技术 协助医学院进行教学 此外也正在尝试 用全向投影来制作证件 若是成功的话 能够将个人讯息 透过数位编码隐藏在图像内 不论是安全或是医疗领域 科技十足的进步 都为生活提供更多元的选择 TVB的新闻总统报道 接下来看来是 Omicron还在扩散 但是已经决定要摘下 室内口罩的美国各地 除了原本就禁口罩令的 共和党执政州 像是德州跟佛州 原来就非常反对 禁校园戴口罩 那么接下来 民主党执政的纽泽西州 康州 加州都陆续对外宣布 就在最近几周内 不必再戴口罩了 除了加州之外呢 这几周的校园口罩 也通通解封 显示美国在疫情缓解下 已经迫不齐待 赶快回到疫情前的生活样貌 就是与病毒共存 全美现在呢 大概只有180所学校 是线上上课 远远少于1月当中的6000所了 而美国CDC疾管中心 在周一 把日本古巴有6国 列入了最高旅游风险等级 依旧是相当戒慎 美国最受争议的防疫政策之一 口罩现在确定将陆续解封 包括纽泽西 康乃迪克 德拉瓦 加州和奥勒冈都宣布 将在未来几周解除校内 或室内口罩令 在Omicron疫情趋缓下 要寻求回归正常 德拉瓦州本周五 将解除室内口罩令 学校则要等到三月底 宾州上周也取消 校园戴口罩规定 纽约州和康乃迪克州州 州长也表态 很快将放款限制 这些都是民主党执政的州 显示美国政治领袖政策转向 要带领厌倦防疫的民众 把病毒视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而共和党领导的州 包括佛州和德州 原本就禁止学校发布口罩令 至于全美人口最多的加州 目前确诊率比Omicron高峰 下降65% 州长也拍板 从2月16号起 除了大众运输 医院和养老院外 打疫苗的人 在室内都不用戴口罩 但还不包括学校 不过地方各自的口罩规定 如洛杉矶和旧金山 则依然有效 本季纽约时装周也将拥抱 所谓新常态 结合虚拟和实体走秀 缩小宾客名单 平均约200人左右 不过周一有上百人 走上纽约布鲁克林大桥 抗议是否强制警察 消防员和其他公务员 打疫苗 否则11号就会遭到解雇 而为了抗议政府疫苗令 瘫痪首都沃泰华的加拿大自由车队 7号持续第11天抗争 为了阻断这些卡车司机的后援供应链 沃泰华警方扣押数千公升燃料 也拦下油罐车 本周因警方封锁 抗议卡车从前一周的3000辆 减少到1000辆 人数也从上万人降到5000人 这些抗议大多和平 但震耳欲聋的喇叭声 让沃泰华居民实在受不了 集体告上法院 周一法官裁定围棋十天禁令 禁止在市中心按喇叭 抗议车队7号也开网连接 美国底特律和加拿大温莎 北美最繁忙的大使桥 导致边境大塞车 双向交通一度中断 抗议疫苗和口罩令的浪潮 也吹向南半球的纽西兰 8号数百人仿效加拿大车队 聚集首都威林顿 抗议严格防疫措施 高喊更多自由反对口罩令 而防疫同样严格的爱尔兰 周一则宣布今年3月17号 都柏林的圣派翠克节游行 将如期登场 是三年来首次 爱尔兰在高加强针接种率下 上个月松绑大部分的防疫限制 这个月底也将解除口罩令 体识问综合报道 好 Focus留在美国 我们会发现美国现在的商机 那么特别是从疫情之后 一些特别受到青睐的服务业 游戏产业商机相当不错 电动游戏机宅经济助攻大爆发 日本游戏大厂任天堂推出 问世才五年Switch销量 已经超越了任天堂另一款当红的Wi 另外很多企业纷纷合并 包括电商龙头亚马逊 运动服饰大牌Nike 都向重了一间健身器材公司 就看哪一家能够收购得到 还有美国最大的两家联航公司 也计划合并 如果他们顺利合并了 将成为全美国第五大航空公司 美国两家最大的廉价航空公司 Frontier和Spirit 有望合体 一旦通过联邦垄断监管人员的核准 设立联姻 将晋升美国第五大航空公司 尽管专家也认同 票价不太可能再有下调空间 但Frontier强调合并后的好处 因为到时每一天会有 一千多架航奔 飞往超过145个据点 选择合体开疆辟图的 不限于相同产业 这件专注健身器材的Peloton 最近就被电商龙头亚马逊 和运动品牌Nike双双向众 路透消息更传出 亚马逊已经在拟定收购的金额数字 不过分析师并不看好 认为主攻大众市场的亚马逊 并不是Peloton最合适的归属 被两巨头向众 激励Peloton周一盘前股价 大涨22% 意图去年暴跌超过84%的颓势 当时因为防疫限制放宽 导致居家健身的需求 消退的比预期还快 至于亚马逊 不只努力扩大产业版图 最新一季财报 也因为关键的余端服务表现亮眼 营收和获利优于预期 激励股价大涨超过13% 创下亚马逊四年都来 最大的单日涨幅 随着业务不断扩大 亚马逊还打算把基本的年薪上限 调高超过一倍到35万美元 另外这间新创GATIC 则是和另一间 零售大厂沃尔玛合作的生命大造 他们开发自驾卡车 在用自驾的卡车 把食品用品 从大型批发中心 运往亚马逊的零售据点 也让自驾卡车的未来 亚洲事业方面也有动作 南韩电子大厂三星 这周三发布最新Galaxy装置的同时 一将曝光一个全新材料 就是他们把回收来的废弃渔网 用于新机制造 根据联合国报告 全球每年有多达64万吨 被丢弃的渔网 而在日本 去年说要一拆为三 引起大股东强烈反弹后 半导体大厂东芝 周一宣布计划转弯 改为拆成两间独立公司 并依旧预计2023下半年完成分拆 受惠于宅经纪的游戏大厂 热天堂则宣布自家的明星商品Switch 在跨越新里程碑 因为销量超越了长青数Wi 为任天堂进账超过1亿美元 而Switch才问世短短5年 在疫情变化之下 全球企业也不断尝试新的可能性 开辟行路 好我们来看北京冬奥 它在中国大陆造成了一个抢购选风 就是以冰糖葫芦做创意来源的冬奥吉祥物 叫冰敦敦 春节停工 现在缺货 民众是彻夜排队 而选手跟记者也跟着抢买 另外今天冬奥的关注焦点 是两个美国出身 2018与2019年陆续转入中国队的选手 周二为中国夺下第三面金牌 其中中美混血滑雪好手 谷爱玲并没有放弃美国国籍 但仍受到大陆民众的欢迎 还有一位是华人家庭出身 入籍中国的花式华冰选手朱毅 却是遭到网路霸凌 人潮还是人潮 别的东西就没了 您月牌 大陆各地的冬奥纪念品专卖店 近日天天人满为患 大家抢的就是这个 冰敦敦 2022年冬奥会 他这个白天特别有纪念意 受到春节假期百夜停工的影响 年初四开幕的北京冬奥 成功带起了冰敦敦抢购热潮 各地专卖店却供货不及 回章 现在只有回章了 还有冰箱贴 想买毛绒玩具 谁的已经买完了 为了能尽快抢到心爱的冰敦敦 有北京民众干脆清晨六点 就到专卖店外排队 面对大批顾客在天寒低洞的室外 吃吃等待 店家赶忙送上暖暖包 不只本地民众 连在北京冬奥闭环管理下的 外国运动员与媒体记者 也抵挡不住冰敦敦 萌萌的魅力 这个充满治愈能量的冰敦敦 握在北京冬奥金牌得主谷爱玲的手上 幸福感倍增 中美混血的18岁滑雪好手谷爱玲 四年前在滑雪赛场上出路头脚时 身上披的是美国战袍 2019年后她转籍进入中国代表队 周日谷爱玲为中国队夺下第三面金牌 当媒体问到国籍状况时 谷爱玲拒绝正面回应 至于因为性侵怡云 备受外界关注的大陆网球女将彭帅 周二亲赴赛场观看谷爱玲夺冠 对此谷爱玲则刻意会闭关于性侵 与人权方面的争议 至于中国大陆民众 对于夺得金牌的谷爱玲 除了支持还是支持 他们代表中国 他就给咱们国家争光吧 不管是哪个国籍 只要为咱们国家争光 他就是咱们的朋友 同样气美转中的18岁花式滑冰女将朱毅 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因为在北京冬奥的花式滑冰赛场上多次跌倒 令中国队在花式滑冰团队赛上垫底 令朱毅连日来遭遇严重的网务霸凌 这个事情肯定是不应该的 他只要代表中国 或者他不管他代表哪里参加 他什么滑倒了 这都咱们应该有宽容的态度 对于美国拜登政府来说 外交抵制北京冬奥 与支持美国队参与冬奥赛事 可以是两件分开的事情 我们得了第一 这个容易是别人让给咱们 当然也是咱们实力体现 对于中国大陆民众来说 只要中国队能拿金牌 什么国籍 什么抵制 都不重要 PVBS新闻综合报道 谢谢您今天跟我们一起 Focus全球新闻 祝你平安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